啦啦隊不是年輕女孩的專利 日本有一支熟齡啦啦隊 名為日本彩球 成員平均年紀都超過了70歲 過去也很常參加一些公益的表演 也曾經來到台灣演出 在今年就是他們成立25周年了 由於新冠疫情 最近才恢復每週兩小時的排列 他們穿上了閃亮制服 活力是完全不輸給年輕辣妹 閃閃發亮的超短迷你群 搭配白色馬靴 啦啦隊員排練五步 口罩畫上大紅唇 展現活力 胡忘防疫 來 橘子 乍看之下 他們還一般美式啦啦隊員沒兩樣 但其實每個人都戴上咖啡色假髮 原來這群人有的是媽媽 甚至已經當阿嬤 手林啦啦隊取了一個可愛的名字 抓片碰碰 日本彩球 創辦人是他 今年89歲的龍野文匯 我已經過60歲 那樣衣服穿的機會 沒有機會 穿著遊樂 穿著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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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本彩球全團平均年齡超過70歲 是日本首領啦啦隊當中 最資深也是人氣最高的隊伍 每年硬要出席各種不同表演 以及供應慈善活動 2017年時也曾受邀到台灣演出 只要站上舞台 這群首領啦啦隊的魅力 不輸年輕辣妹 榮野文匯說 日本社會含蓄保守 高創辦時不被看好 幸好經過多次演出逐線獲得肯定 許多國外媒體特地來採訪 讓他們彷彿成為日本之光 長期沈浸在快樂的啦啦隊氛圍 讓這群隊員忘記老了這件事 榮野文匯說 自己從來不是循規盜舉的人 他53歲才赴美讀碩士 64歲創立日本彩球啦啦隊 原本目標放在2020東京奧運 也是傳團25週年紀念表演 因為新冠疫情 啦啦隊練習演出一度被迫中斷 榮野文匯在家沒有閒者 看電視 自學 西班牙文 你現在還在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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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兩、三年 大部體力落下了 然後我已經疲累了 那時候我開始想想 但是我現在在疫情 我已經休息了 後我完全完全 體力落下了 我已經明白了 榮野文匯說 兩年前又膝蓋受過傷 他說舞蹈讓他忘記年齡和疼痛 現在啦啦隊恢復 每週兩小時的練習 儘管要戴著口罩 還要保持社交距離 依舊沒有教習他對啦啦隊的熱愛 和團員們一起居膝彩球 也為即將帶來的東京奧運加油